请收看 用意立人篇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阴阳日月最藏身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我是高雄道场范慈欣讲师 目前在高雄左营新上教室开设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 左营新上教室位在高雄市左营区立信路 二十二号二楼 欢迎各位行事同修 善信大德共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庙法 首先我介绍在我龙边的 今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高雄讲师 请自我介绍 各位三星大德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宝市 王刚问讲师 我预计会在 十二月初 我会来再次开班 我开班的地址在台中市神刚区 郡土里和目录一段 四十二号 欢迎三星大德 如果可以就近到我的教室来接法 传说 我们来接这个文艺圣教的庙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我虎边的是黄家圣讲师 请为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选信大德 各位中役 李伦天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为心性教 我们华美党中 五家圣讲师 我呢 目前在 中华 并和十一阶三十五号 中华九星 来团书 夜间风水行 跟我们 王险罗祖的描发 我们在 中华九星 来传说 欢迎 各位选信大德 哇 时间 让我们来中华九星 来接到王险 罗祖所专的描发 感谢 谢谢 今天机会非常的难得 缘分也很殊胜 我们邀请到高梦讲师跟嘉胜讲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首先先邀请我龙边的高梦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请 主持人各位三星大德 大家好 我先来分享一个就是有关风水的案例 我们进入维新圣教 有学习 有学习玉经 学习风水 那还有当然还有宗教 那风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个你所接触的东西 都有风水 那我们的风水就分 比较就是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虹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是说 有一天平常我就是我的书桌就是就是面向着前面嘛 那但是我后面就是我小孩子的房间 那原本就是蛮蛮顺利的 就是在那边念书啊写字什么的 那后来因为我小孩子怕热嘛 所以就是要装冷气 那就他冷气一装完 我就觉得我的人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头昏脑脏啊 就是感觉很没有精神这样子 非常的不舒服 后来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我们有学过这些风水的房民 那我就开始来找原因 那我们当然也是以沾挂的方式来找出说 我头痛啊什么什么原因是什么 那沾出来的结果 就是表示说挂的显示是说 我玄武洞来克来克到我这样子 那我才想到说 就是我小孩子的房间 因为在我的后脑这边嘛 那这就是玄武方 他装的冷气 冷气一装 我就是变成一个煞来克到我了 所以我当然 但是我们所学 其实要化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不用花大钱 我只要把我的书桌转向 转为一个方向 不要有这个冷气冻的方面的 来影响到我这样子的 改变的方式 就能够来化解这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有时间 各位三星大人 可以来接我们完禅老祖所传的这些庙法 风水 一经与风水的各项庙法 阿弥陀佛 谢谢高望讲师跟大家的分享 风水学上的名词 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武 讲的就是我们人面对的气口的方向 所以今天坐在我龙边的 就是我们高望讲师 那坐在我虎边的 就是我们家圣讲师 我们接下来请我虎边的家圣讲师 跟大家分享 请 阿弥陀佛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来跟他分享到一个 所以如果家圣讲的风水不对 我们可以说一个富豪自家 变成很贏的自家 这个师傅经常说过 我们风水的不是 但是很多人说 你风水就可能是 只是在看我们阴宅的这才是风水 其实应用人出来的风水 这是最大的风水 我这个案子就是我们自 原则法书 以前在我们的信众的时候 他就说 阿弥陀佛 你去看看 他这个厨重 风水有问题 因为这个阿弥陀佛 很可能 阿弥陀佛 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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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买这在这台队 你要来平安 他在那楼头要进去营兜 刚才有一台阿弥陀佛 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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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线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下去到厄壁 让头前 头前给这民洞 我们民洞如果病 没在 民洞如果很病 没怪他说 女儿也没努力 孙儿也没努力 女儿也没努力 孙儿也没努力 现在你说接病 买了吗 我说接病 没在 因为你再把管顶上盖上 都空气 都没流通 管顶上盖上盖上 以前怎么来买这 因为他们老公 以前就是很厉害 他说他们老公 买一间厨 后来人说买这 都可以买两间 有时候 这两间厨在那里住 这两间厨在那里住的时候 你想他一条线要下去 一直下去的时候 头前就有一个招刀射在他 那个替门的招刀射在他 后来他也是一条线 后来咧 来 我们那个民洞 民洞 师傅常常开始的 我们的红水 以待发明堂 所以你这个红水 柱顶的红水这么厉害 好像免费的 我们出来免费 免费就失负 头前就是 泰山压顶 在那里 你会接过孙兮 你带来这里了 你仙兮也贵佣 你咧 到现在来家庭 对你有钱的时候 开始 我就看到他的祖先的摆尾 以前老师说 你祖先的摆尾 我看到他的祖先摆尾 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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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没钱 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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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说 这就是他们老公 老公在那时 他那时候有钱 带来 带来要怎么办 带来要怎么办 就是我们没钱的地方 怎么办 出来 黑白针 黑白针 会针啥 会针啥 回收 因为他也没人贪钱 家庭都没所谓 所以变成了 我也是把他摆尾 也不是没钱 也是要把他摆尾 来摆尾 因为他拔多 因为他都没钱 所以他常来去给米党 都说六宝 或是米典三宝 够拿几百多给他 实在说起来 对有钱 来去担到一间 我们的风水触摆不好 对家庭不损失 身体也不健康 他们的孙子 头脑也不损失 做成什么 做成我们人 住在一间工厅 我经常跟学员说 黑风水就是要怎么办 我们不要去 要先来拔拐 不要先买下去了 再来担 担担来说 不平安 不顺利 这间厨 我们的风水 你就知道 这间厨 如果不记载 你老公 或是在那里 一直做 一直贪 贪不记载 还要怎么做 你就了解 你 要怎么 你已经买下去了 所以我经常跟你说 我们没有这么多本钱 可以好去做失败的事情 买到一间厨 像买下去 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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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一點 但是再來就是你館長一定要牽涉 空氣才會流通 讓我們的空氣流通 我們出來的風水才會好 小孩在水域才會穩定 雖然要撥帶給他的臉董 比較多人也撥不帶 因為我知道臉董如果沒有 事情就很不好 因為還用了一個案件 那個是我在我們葡萄的時候 拿去給他的東西 問題是在了解說 這個人跟我以前也有色彩 怎麼今天變成這樣 因為他在做食品 他的臉董去頭前處 別人處處 別人處處處 別人處處處 他把他騎白瓦來 白瓦來 買進去陰島 買進去陰島 我只剩一條航子可以進去而已 也是一樣 我剛才說的 那裡還在乘車 他要進去陰島 這個乘車是騎不下去 要到外面 這樣他的頭前臉董 都去到頭前撤掉了 這樣他有路沒有路 人就是去出門就砰拼了 要怎麼發作 我是怎麼看他這麼困難 都這樣 身體壞掉 還怎麼用逼流浪漢 我跟他說 你有孩子 都在外面 好 師父 教 教 平衡 你來這邊開一個門 把那邊的門 拿這個房子去打起來 他說 這裡頭前開這個門 也不是他的頭堆 那邊也不頭 我說 你的頭堆都不是你的 你要跟你們阿伯說 好好 這裡先 暫時先照你過去 不平安一下 我就跟他這邊這裡 叫他 我說 很簡單 以前那個床 聽不懂 那種的牙大腿 講一講 講一個門 我跟他說 你如果可以說 就說四串 如果不可以 那個你就說兩串 講完後 把那邊說一個房子 吐掉了 又經過一陣子 我就去跟李長 再來看那個 他說 好 感謝你 感謝到進步 進步 很多 裡面有電視 他們怕也沒有電視回來 他們怕賺錢 順利回來 所以我們師父常常說的 問錢金 還要處四丟 問你如果不對的時候 你看看是不是我們的風水教我們的方法 是藏護以民 我們就是這個風水對我們的財也很重要 平安 說到平安 身體健康 我們都很重要的畫面 感謝我們分享到這裡 謝謝 感恩 謝謝佳聖講師為我們這麼精彩的分享 維新聖教宗主混元禪師 時常為我們開示 凡事皆瞻 凡事用意 用意最主要就是 防患於未然 與其無所生 所以剛剛佳聖講師跟大家分享那個案例 也提醒大家 要買房子之前 我們如果可以先占卜 就可以了解 了了分明 什麼房子跟我們有緣分 人的一生當中 常常買一間房子 大概就是我們一生當中 唯一的一次最大的投資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所謂的 了解的本錢 我們也沒有輸得起的這個本錢 所以凡事皆瞻非常重要 再來講到的前租雀 後玄武 前有前庭 明堂 後有後庭院 其實庭院的整潔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風水學是一個環境的科學 你的明堂如果雜物堆了一大堆 會影響到你的磁場 你的環境整個會影響到 進而影響到住在這個家裡面的人的 平安還有健康 所以風水在你我生活當中無所不在 接下來我們再請我龍鞭的高夢講師 為大家分享案例 請 主持人 各位正經大德 大家好 接下來我繼續來分享我的案例 呼應我們剛才主持人所講 學習易經風水其實都幾乎相關 除了我們買方式可以占卦 可以占卜 小孩子選擇學校也可以來占卜 來選擇學校 接下來我的案例就是說 我們要投資也可以透過我們的占卜 來知道我這個投資到底可不可以做 那這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目前來講 像網路那個什麼虛擬貨幣 騙局其實還蠻多的 那也是一種投資 虛擬貨幣 像說比特幣 什麼幣的 投資的人真的相當的多 那結果怎麼樣 當然賠錢的人還是占多數 那還有就是說 你投資股票 我什麼股票可不可以投資 這些都是有關 就是說我們學習易經風水 然後用占卜來告訴我們 油掛來告訴我們 我要做這個投資適不適合 我可不可以從這個投資賺到錢 那這個例子就是說 有一個朋友 我跟他就是他就說 最近那個他在網路上有看到 就是有人找他投資這個比特幣 問我怎麼樣 他知道我在學習這個易經風水 那我就說好 那我幫你三個掛 看你有沒有這個投資的這個條件 我說可不可以投資 結果我掛一張 以我們的專業用詞就是說 兄弟動畫靜神 兄弟動又畫兄弟 就是畫靜神 那以這個掛來講就是說 你寫了錢都沒有了 你就是耗材會 你的錢都會沒有了這樣子 我說我就跟他說 我建議你還是不要做這種投資 你可以把這個錢省下來去買房子 或是說做房地產 甚至可以買股票也可以 那這絕對不能投資 可是我跟他這樣講之後 他跟我有反應是什麼 你又不可以早點講 我已經虧了五六百萬了 我就說你又沒有早一點來問我 我現在跟你講 是你現在才來問我 才沾掛才知道 你這種投資是不能做的 所以透過我們所學習的 這個益心占卜 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要做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透過益心占卜 來了解 你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另外比如說 我要跟誰合作 我要跟誰做投資 都可以透過益心的占卜 來了解 我是不適合來投資 甚至跟誰合作 這是我們所學的內容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大家 可以透過 就是說利用播控來參加 來學習我們的 維新聖教所傳的這個妙法 這樣子 阿彌陀佛 謝謝高孟講師的分享 使用益金來對任何的事情 做一個占卜 寥寥分明 益金所學到的 就是這種相對待的關係 我們所講的 維新聖教所用的益金 所學的益金 所解的卦 就是知道 凡事就是有緣分要具足 天時地利人和 有時候是一種時間的問題 包括剛剛我們高孟講師所分享的 在占卜投資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進 那可不可以買 還欠得到我們個人的福德因緣 那什麼時候投資 什麼時候買跟賣 還要分開的來沾 所以當你凡事都能夠用意 來知道一些投資的方法 或者是時間的時候 相信你可以把自己的損失 能夠降到最低 甚至於我們就是不會去冒這個風險 去做這樣的投資 接下來我們再請我們 加聖講師為大家分享 請 美東 大家好 民國繼續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個風水的發力 這個風水我經常說 我們賀易經 賀風水 也一定要賀易經 我們賀易經 一定要先用占卜 對於農民 我們要賣這間房 我們起碼 我們來斬這間房 來去住的平安位 如果有賀易經的人 農會知道 朱孫哪有哪有 朱孫哪有哪有 這樣 我們來住這間房 這樣一定會平安 我之前剛才所說的 這個風水的案 現在還有一間 這個風水 他就這樣 沒到大樓 這間大樓去住 開始去住 有一天來檢查的時候 他說 他住那間大樓 都沒有順序 都沒有平安 拜託大家看他 看他在那裡 我對農民去看他 不是走到外面 我說 你這間房子 當時要入住的 他跟他說 先進去看他 什麼時候 我說你的問題 是鄉那邊 不是鄉那邊的 那邊的先進去 他看日子 不是鄉問鄉看的 我們問的 問錢金 房子女 你要看日子 做白 鄉藍的 你一定 五年五月 一定不能入住 這是最大的觀點 這個最大的觀點 這是一點而已 這是責任問題 所以來學的房子 不是只要學這樣而已 你責任也會協力 要來學一下我們 什麼時候 來入住 什麼時候 會設斗 讓我們有錢在那裡 好賺 一個給他看 這間房子 你看到他的臉 臉 臉 風向這個 我今天說這間房子 我聽到 那一間房子 做我的告知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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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睡覺的 卡尾 剛才說的是 對電視 你說的卡尾 是對什麼 對你的便所 卡尾 對便所 卡尾的旁邊 對便所兩個 還有一個櫃台 還有一個櫃仔 還有兩個拔刀 小櫃 這個臉 睡在這裡 人家說的 臉層對身體健康 很重要 人的時間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臉層正在睡覺 所以 營養 營養 健康 很重要 三分之一的時間 你一定是睡在臉層 裡面 還要幫你刷 這個刷 不知道要怎麼刷 你不在大樓 這裡的重要的地點 還要說 還要卡尾 刷 刷過的臉層 也還有 這個 丟到的門槍 都沒辦法刷 因為 大樓 那個 處長 睡覺 好 處長睡覺 這就看了 沒辦法刷 因為 衣櫃 他也是去頂市 再來 他說要看 他們兒子 我說 你們兒子 睡這樣 不怪 不怪 你來講 來這裡的時 學院一直在退步 一直在退步 因為 你頭部 最大的 睡的方向 就是你的便所 所以 你就怎麼 一直沒地回去 孩子就一直沒地回去 這就實在是 你沒有一項對的 不然 你來看 我兒子的 這個 讀書 這個地方 讀書 這個地方 又是頂市 河邊 又靠邊 哇 你就沒有一項對的 你 不知道沒有哪一項 我就 他沒看 他說 沒有你來看我的嫂 這樣對嗎 我說你的嫂 你的嫂這樣 有對嗎 我們師父經常開始的 我們家 如果是陽台 客人 上空下空 上空 沒有地匪 下空 沒有記載 不怪你不等錢 你在做 你在吃頭路 不順 以前人說 他經常說 以前他的頭路都很穩定 不用這樣在換頭路 他自來這裡 跟別人說 一年換李宗的老闆 用要生他 同樣 倒在換老闆 別人換老闆 是哪換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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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無路 改丟門 再重置 他會賣兩邊 半間房子 半間房子 夾起來做一間 丟門 再重置 改路買 我們再來用兩邊 改門關 所以師傅經常說 門千金 處死妞 這個方法 你要怎樣去幫他 因為我們去看他 就是為人服務 我們一定要有想一個辦法 讓他平安起來 再來處理他這間房子 我們就要用到兩桶水 兩桶水就是師傅 以前所加的 換門 方法 最好的兩湯水 兩湯水你一定要找到所在 尿尿方向好 放兩湯水 這兩湯水來放怎樣 這邊放一桶 那邊放一桶 廟後 兩湯水放下 如果我們還要去關心一下 有比較穩定嗎 有啦 有比較穩定一些 這樣就好 這樣你沒這麼改的 我的建議是說 你這間房子 十五層都不好 你這房子在陽台 還要改進去 也沒有所在 再來 你的問題 我給你看看 你這電腿 火邊那邊是電腿來時火火頭 沒有 所以你住在這裡 他說 像你剛才說的 我入住就說不對了 三三 日子入不對了 要怎樣 你去嘛 已經這麼久了 不然你一樣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主持所說的 米粉水 鹽米 再來蒸蒸的 再來蒸蒸的 鳳嬅在八尾風 再來我們 再來用一用 所以 你住起來 會覺得順適順適就好 如果有錢 你要占卜 你去看家 那間哪好 幫你占卜看哪好 這樣 外占了最重要 就是那家裡的平安 祖孫后 老公 再來呢 宅后 要怎樣 有宅宅 你如果不宅 去住那間房子不宅 我跟你說 不要說不宅 人家常說不宅 宅不宅不宅 不宅也慢慢不宅 宅雖然不重要 但是不宅不宅 不宅不宅 這間房子如果要宅宅就平安 如果要宅宅 一定這間房子會記載 所以我們的風水發問是怎樣 常富移民 我們一定要讓民人 用李倫天 這就是我們的風水方法 我們要教好我們大家 會讓人了解 了解在發問 讓你們可以平安 順序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感謝 謝謝佳聖講師為我們分享 這麼精彩的案例 用意 來了解住家風水不如法的地方 而且掛鐘會為我們顯示最重要 最需要 最影響到你平安 家人住在這裡 家人平安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跟因素 我們這些法獎師在為信眾服務的時候 就優先使用我們老祖師尊所傳的妙法 混元禪師所傳出的妙法 來為各位信眾大德做一個改善 而且是最優先改善到能夠住家平安 唯有家人的平安 大家才能夠獲得所謂的工作上的平安 健康的平安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使用到易經來了解 剛剛講的 前朱雀後玄武 我們如果沾掛出來揚宅的吉凶 虎邊動 電梯在動 這個也就是我們講的虎邊老虎 不喜歡就是讓他動起來就會傷人 就有血光 然後就容易就是兵妻主 奴妻主 在外的貨款也不容易收回來 再來就是家裡的那個門 我們魯班仙師就有提到 在真經裡面就有提到 我們家裡的那個門 除了你那個像那個立位 方位很重要之外 再來就是你的那個尺寸 如果家裡的門窗尺寸 最重要是你那個寬度 就是我們空氣氣場的流通那個寬度 要和財本 所以剛剛我們嘉聖師兄有提到說 你的那個尺寸 用粘粘粘的 不會四切子 沒有你要兩切夠 那講的四切子兩切夠 就是和財本 用那個門窗來扭 那個財本 室內的 空氣在流通的 室內的那個寬度 就是要和財本 這個是我們老祖宗 就留下來的一個妙法 只是我們後人呢 都沒有把它接收起來 那接下來 王禪老祖跟魯元禪師所 所傳這樣的一個法 再把我們中華文化呢 能夠來弘揚 然後來利益我們現在人的一個 住家風雪的平安 那接下來我們再請我們 高夢講師為我們分享一個案例 謝謝 阿彌陀佛 主持人 各位三星大德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分享一個案例 我們剛才有講說 學習衣經 像我們這些法獎師都是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來做一些服務 然後來傳承這個師父所 歐山島所跟師父所傳的廟法 那這個案例就是說 因為現在選舉也快到了 那在去年 有些參選人很早就開始在做準備了 那我 我的老婆有一個朋友 就是住在北部 那他就是有參選人請他幫忙 就是請他幫忙助選 那他的朋友就問 就是說請教我說 這個參選人他能不能去幫忙他 那我就跟他說 我都幫你三個掛看看這樣子 結果掛一張 那這個參選人就是我們在掛的解釋來講 就是這個參選人會來課這個助選 這是我老婆的朋友 他是來課你的 而且又兄弟動 你會花錢 但是而且會收到他的欺壓這樣子 那後來過了 到了今年就是 年初的時候 他就 就是又打電話來跟我老婆抱怨 他說 真的耶 你老公的那個掛真的很準 我那個參選人 就是 就是叫我先墊什麼錢 墊什麼錢 墊什麼錢 到現在 然後他最後他又 就是 不選了 然後那些錢 就是 也要不回來 他也沒有還他 所以 我說 這是掛不欺人 你兄弟動就是會耗財 那人家來課你 你就是被課死死的 你 所以我當初就勸你 這個 你還是不要去幫忙他 人跟人當然是 當然我們當然是 就是一個因緣 但是這個因緣是壞的話 我們就不要去 就是 這個孽緣我們就不要去接受他 我們可以 所以 我們學習易經 就是什麼 趨吉避凶 那 再過來就是 再加一個 那個我們拜福德正審的一個案例 就是也是 就是我一個新的學員 他的女兒是一個幼稚園教師 那他跟那個幼稚園的老闆 就是有爭執 有那個糾紛 那就是上 就是 上到 就是 就是打官司 那 那個 這個學員就來問我說 我 我女兒這個官司會不會打贏 那我就說 我幫你沾掛看看這樣子 那 結果一沾 就是 應該 他是來的時候問 然後我說應該很快就會 化解 就是說會有結果 就是 不會有事的 然後 但是我就是建議他 因為 就是福德正審 你可以 去拜福德正審 來化解這個官司 那是這個也是從掛中所 所看出來的 那我就跟他說 你 你再 去拜你 你們家 哪一方的福德正審 那 這個官司很快就會化解 那 當然 他有照著我的話去做 那 結果 那 結果 到了隔年 就是 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年初了 那 我的學員就回來跟我講說 欸 老師 我真的很 您怎麼那麼準 我 我女兒已經沒事了 這個官司已經 就是已經 化開了這樣子 那 我說 那你再找個時間 去 帶個水果 什麼 去感恩那個福德正審 這樣子 所以 我們一直 我們各位法獎師 就是 我們接受這個 來接這個王山老祖 跟師父的這個 所傳的這些廟法 我們也是在傳承 能夠 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然後來 教 教學各位 善信大德 那 如果 我們 到處 全省各 各地都有在開課 除了我們三位 講師以外 其他還有很多 法獎師 各處都有在開課 希望 各地的 善信大德 如果您 有興趣 或是說 你們的時間允許的話 都可以 歡迎你們來 接法 接我們完成老祖的 妙法 阿彌陀佛 謝謝 我們高孟講師 跟我們分享 這麼精彩 匣內 我們境內都有 大慈大悲 給靈感 福德正神 這是我們民間 常說的土地公 他是一個最古老最古老的神 福德正神 我們要能夠多親近福德正神 他會護佑我們 他會護佑我們境內的子民們 都能夠平安順利 接下來我們再請我們 嘉聖講師為我們分享一個案例 請 阿彌陀佛 大家好 下面我們跟人介紹 來介紹一個 我們的 疫情會發問 就是說 人家說 電腦疫情太多 但是 我們疫情也可以找東西 疫情怎麼找東西 我現在 說一個 比較簡單的案例 就是說 我們 奏一般的學生 剛才這期 我跟他要接的這個學生 他咧 一個手錶 找很久找不到 老師你幫我 沾個掛號嗎 我跟他說 你學到現在 你一定要跟他去沾掛 要從道路一個方便去找 從道路一個方便才找得到 所以他就跟他去沾掛 但是他沾掛掛了 就沒辦法 我問你從一眸名所找得到 你看 這個巳影細在裡面 這個在你們家裡 這個動搖的地方 這個動搖 在粗搖 這是不是在一樓裡面就找得到 他說 一樓二樓 他都掛過了 我跟你說 這個盲目是你的拖來 他說我拖來都有找到 我這個方向是在你們家 他會下去 倒手邊 有辦法人去找我 他回去說倒手邊 那就是我的房間 他跟面穿路 繞繞繞來 卡電回來 老師手邊我找到了 很開心 卡電回來 我說 你學過學後就有成就了 學後你就會自己去印證 這簡單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感謝 今天非常感謝王高夢講師 黃家聖講師 跟大家分享許多非常精彩的案例 讓我們一起攻佔王禪老祖天威 王禪老祖 風水祖詩 利人利天 故我積守鼎禮 感恩您的收看 阿彌陀佛 王禪老祖 風水祖詩 攝影 顯眼神閃眼神繞 風水祖詩 王禪老祖詩 他們祖詩 軍祖詩 軍祖詩 活佔王禪殺 財票祖詩 為神禁祖詩 王禪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